团枣默默有益于世界各地的淡水之中 像是一群没有观众却不能停止起舞的精灵 分类上它们属于绿枣门 这个家庭已经迈进了植物界的大门 绿枣门有些比如绿枣以及绝枣等等 它们已经长得非常像是植物了 而会被我们捞出来吃的海葡萄 长青葡萄绝枣 也是绿枣门中的一种 而团枣如你所见 它们是一个空心可以运动的小球 小球之内的小小球是它们的孩子 但还没有出生 这是一个由五百至六万个细胞组成的生命矩阵 它们一起吃饭一起拉食 一起用远古电池液滤体进行光合作用 植物和草类这一波生命都属于双变毛生物 我们可以看到它们的体标有许多摆动的仙毛 每一个细胞都像波比一样梳着双马尾 这些姐姐会把马尾便当成船桨 滑动水流驱动身体 在同一个黑暗舞台上一起乘风破浪 真和生物的另一个派别是单变毛生物 最典型的生物是只有一根尾巴的领变毛虫 这也是我们动物和植物及藻类的区别标志 曾几何时我们也是有尾巴的 而如今 不管是细胞上还是在肉体上 我们的尾巴都已经消失无从 只剩下一种细胞 还在用自己的方式倔强地向我们的原谷祖先默默致敬 像团藻一样 领变毛虫也会脸贴脸聚在一起用尾巴滑水 这是单细胞与多细胞的分界令 也是单细胞生物变成复杂多细胞的必经之路 虫口是科技发展的最大推动力 细胞聚在一起后 有基底就可以腾出更多精力 一部分细胞负责搞生产 而一部分则可以用来搞科研 像领变毛虫就已经有了变形细胞 变形细胞大概相当于群体中的灵活就业人员 可以用来运输清洁或者警戒以及发展成神经 后续的演化过程中我们这些动物纷纷将细胞科技点满 我们会让一些细胞变成用来防御外跌的皮肤 一些则变成储存能量的脂肪仓库 或者红细胞这种运输氧气的搬运工 当然少不了负责警戒消杀的免疫细胞等等等等 而领变毛虫的细胞科技路并没有走太远 几一年来它们依旧是最原始的样子 因为虫口不饿所以科技生产力并不充足 只会分泌出类似海绵骨针一样的东西 这会让它们看起来像是一朵美丽的小花 对人类来说这是来自进化旅途中的信物 它们能让我们看到我们大概六亿年前最原始的样子 领变毛虫和动物界的关系比较亲近 就好比今天的树区和我们领长类的关系 虽然它没有被化归为领长类 按照备份我们甚至要叫它们一声远古大咕 大概在两亿年以前或者更紧 团藻的祖先还是这种类似圣盘藻或者衣藻一样 是一个当个细胞独立奋斗的打工藻 圣盘藻拥有双边毛又长得有些类似于肾脏 所以它被称为圣盘藻 渐渐的这些打工藻也发现了社会化的好处 如今它们也已经开始有了细胞分工 它们会有感光细胞也会有生殖细胞 可以让自己做去光运动 也会因为性的本能而情不自已 这已经不仅仅只是单纯的细胞堆积 细胞分工是生物发展科技的基石 而它们的体细胞来自于一个母系氏族 都是由一个母细胞分裂出了无数 人们推断多细胞化的过程会类似于白蚁 只有一个以后复制出了所有组织 而古圣先贤老子早就看穿了这一切 所以它才会说 道生一 一生二 二又生三生万无 不过和其他生命不一样的是 团枣胚脐胞在发育成熟之后 会来一次集体翻转 翻转的目的就是让姐妹们的马尾便通通朝外 这样才可以用鞭毛进行拨水运动 当然这并不是一个独立自强的故事 孩子长大以后 母亲的体壁就会破裂开来 小宝贝们会争心恐吓地 去拥抱外面的花花世界 至此老一代的团枣的内心就彻底被掏空 他们会变成一个没有活力的空巢老枣 生活一旦没有希望就会加速衰老 不管是人还是团枣结局大致如此 在变成空巢老枣以后不久 团枣母亲的生活就在没有了期盼 丧失希望之后 一个鲜活的生命 就会被遗忘在这五件的岁月长河中